美好的旅行向天堂 糟糕的旅遊是夜長 大家好,歡迎收聽 宵夜帳旅行團 我是各位的水團領隊 Brian 又是一個星期過去 大家這個禮拜不知道過得怎麼樣呢 對我來說 這一週就有點像是一個破財週 為什麼這麼說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一種感覺 就是現在的電子產品 很有趣 就是呢 差不多他只要上面的保固騎鞋多久 那他的使用壽命 差不多就只有多久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運氣好一點的話呢 他差不多在保固騎之前 就開始會出毛病 但如果你運氣差一點的 保固騎一過沒多久 他就壞掉了 那我這個禮拜呢 就是因為我家的notebook 跟一台吸塵器壞掉了 那覺得修呢 又不太划算 所以跟老婆討論之後呢 就在想說要不要乾脆換一台新的 然後換一台好一點的 所以上網做一下功課之後呢 我們在想說要不要換 Dyson的吸塵器 可是各位可能都知道 Dyson的吸塵器型號很多 然後呢 再加上我們之前 又沒有用過這個牌子的吸塵器 所以我們就想說要去找一個 實體展示的門式來去看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呢我們就決定要去現場看一下 但是沒想到呢 不去看還好 一去看了就發現 Dyson好像不是太適合我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開始去看的時候 就想說要去找那個 吸力比較強 比較新的型號 然後呢我們就看了他最新的 V11 這個新款的吸塵器呢 感覺上是還蠻厲害的 而且看起來馬達吸力也很強 但是呢 他也有一個蠻大的問題 就是呢這個機器實在是蠻重的 他差不多要將近3公斤的重量 連我自己拿起來都覺得很吃力 更別說平常在家裡用吸塵器的是我老婆 讓他拿著一個這麼重的吸塵器來打掃家裡 真的是還蠻辛苦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那不然找一個 輕一點的型號 於是呢 我們就換了另外一個型號 重量差不多差了1公斤 但是呢就發現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平常可能我們使用的吸塵器 大部分就是按一個按鈕之後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但是Dyson的吸塵器有一個特色 就是呢 你在吸的時候呢 一定要扣住一個像是手槍扳機的地方 按著他才會吸 那如果你手一放開呢 他機器就會暫停運作了 所以呢 感覺上不是很方便 於是呢我們又看了另外一個最新型最清型的型號 他就是呢只要按一個按鈕就可以一直吸 但是呢也因為他太清型了 所以呢相對的他的集塵箱就非常非常的小 於是呢綜合以上幾點 最後我們在燦坤的門市裡面繞一繞之後呢 最後反而是選擇了LG的吸塵器 但是也不是說Dyson的吸塵器就不好 其實他也有他厲害的地方 就只是單純的不適合我們家 再加上他的缺點我老婆不喜歡而已 但是其實類似的狀況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還蠻常遇到的 比如說你可能在網路上看過人家講說某某餐點多好吃多好吃 但是你實際上去吃的時候才發現可能其實也還好而已 又或者是有的時候你會經過路上會有一些大排長龍的店面 但是等你真的去排隊吃那些店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搞不好他的好不好吃跟他的排隊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之所以會排隊純粹就只是因為老闆或者是店員的動作太慢而已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很多事情或者是有很多的東西 一定要你自己親自去看一看或者是試一試 你才會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是真的假的 還是他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 如果只是看網路上的資料 或者是聽別人說呢 然後自己又沒有去做功課 常常都會得到很多錯誤的資訊 就像人家說的 聽說聽說 常常都只是道聽途說 像我自己在帶團的時候 偶爾也會有團員問我說 林隊 這裡是不是有什麼 網路上我看人家講的 必吃或者是必買的東西 但實際上有趣的是你去問當地人 他講的那個東西呢根本就沒什麼人知道 就像是一般人對印度這個國家的刻板印象 其實也是這麼來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對印度的了解 都是來自於一些國際的新聞 或者是媒體的報導 甚至是網路的影片 所以呢很容易就讓人家覺得 印度就是一個到處都很髒亂 然後性侵跟強暴案很多 而且種性階級制度很嚴重的一個國家 尤其是說到種性制度這件事情 一直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 甚至連YouTuber都會 認為可以用膚色去判斷一個印度人的種性高低 然後覺得種性高的人呢 生活就是比較富裕比較有錢 然後種性低的呢 甚至是像賤民這樣子 一定是很窮 然後過得很不好 說真的他們所說跟他們所認為的 那些東西 不能說他完全是錯的 但是時至今日 現在的印度有很多 關於種性制度的現象跟狀況 跟過去都已經不太一樣了 所以呢在經過上一期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關於印度教還有種性制度的起源跟由來之後呢 這一期的 蕭月障旅行團第12期呢 就來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種性制度在現在的印度的一些狀況跟現象 還有一些故事 不知道大家在聽完上一期的節目之後會不會好奇 現在的印度是不是還有這麼嚴重的種性階級制度 其實在印度立法廢除種性階級制度之後呢 這種狀況已經有慢慢的在改善了 所以像是比較大的城市 比如說孟買德里 加爾各達或者是邦加洛爾這些地方 因為人力需求比較大 工作機會也比較多 所以相對的這種歧視跟不平整的狀態 也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你可以看到同一種工作或者是同一個辦公室裡面 各種不同種性階級的人都有 再像印度政府現在立法要求 像是學校啊 公家機關 公司或者是政黨 都一定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額 給那些低下總性階級的人 所以現在即便是建民階級的人呢 也慢慢的有機會可以出人頭地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的印度人 他的種性階級高低呢 跟他的經濟狀況不一定有絕對的關係 高種性的人可能也不是很有錢 但低種性的人也可能很富有 但是因為長久以來的觀念 不是這麼容易就可以扭轉的 所以像是一些比較特殊的工作 比如說清潔工啊 地下道工人啊 甚至是化分時的清潔工 大部分還是比較低種性的人 那相反的 有一些工作呢 就只有高種性的人才可以擔任 比如說廚師 為什麼呢 因為在他們的傳統觀念裡面 低種性的人碰過的東西 高種性的人是不會去吃的 所以像是一些比較高級的餐廳 或者是大飯店 為了要避免一些比較不必要的紛爭 或者是麻煩呢 在他們應徵廚師的時候 通常都會要求是要婆羅門階級的人 才能夠去上班 但是同樣是在印度 鄉下地區的情況 跟大城市可能就不一定一樣了 因為他們可能從居住的地區 到他們念書的環境呢 都有可能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像是在學校裡面 不同種性階級的同學呢 可能就不會坐在一起 甚至不願意同桌一起吃飯 即便是在公家單位的 學校裡面也是一樣 那甚至嚴重一點的呢 還有可能遭受到歧視跟霸凌 大家可能聽過 對於高種性的人來說呢 那些低種性的劍民是不解的 所以即便是像太陽照射到劍民 在反射出來的影子 照到他們身上 都會讓他們感覺不舒服 而且在這些地方 就連警察辦案都有可能帶著不平等 或者是歧視的眼光 所以呢 在鄉下地區的社會案件 甚至是強暴或者是強健的案件呢 才會一直的層出不窮 但是如果要說到這些傳統觀念比較嚴重的印度人 他們對於乾淨跟不乾淨的觀念呢 其實又讓人家覺得 莫名其妙 比如說呢 他們碰到了這些 低種性的劍民 或者是他們碰過的東西 會讓自己的身體 變得不乾淨不潔 於是呢 他們必須要用恒河水 來去清潔自己的身體 甚至是把恒河水喝下去 但是恒河水這個東西 各位如果將來有機會去到印度的Varanasi 各位就有機會可以看到 那一條恒河呢 在旁邊的人 不管是洗頭洗澡大小便上廁所 甚至連火葬場燒屍體的東西 通通都是往那河裡面去推 所以這些恒河水 其實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說 別說是喝了 連碰都不一定敢碰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呢 卻是像滲水一樣的存在 那另外一個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的就是廁所 很多傳統印度人的觀念裡面 認為廁所也是不結的 再加上家裡必須要供奉神林 所以很多鄉下地區的房子裡面 根本就沒有廁所這個東西 那沒有廁所要去哪裡大小便呢 很簡單 就是家裡附近的空地或者是草皮 所以各位在旅行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在一大早 經過鄉下地區的草地或者是空地的話呢 你就有可能會看到很多人就蹲在那個地方 就是在上廁所 但是在空地或者是草皮上廁所這件事情呢 對於男生來說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甚至小便都隨便找一堵牆就可以了 可是對於女生來說要怎麼辦呢 之前台灣曾經上映過一部印度的電影叫做廁所愛情故事 裡面就有描述到那些鄉下地區的婦女呢 他們為了安全的原因 成群結隊的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時候呢 走路到一個離他們住的地方比較遠比較偏僻的地方去上廁所 那其他的時間呢 就只能想辦法忍住 或者是自己再跑去比較遠的地方上廁所 而這個廁所的問題呢 就導致了很多印度的社會案件的發生 因為印度本身是一個 男女比例失衡的地方 再加上 總性之間的歧視 而且女性又沒有一個安全可以上廁所的地方 所以像各位看到新聞上講的那些印度的強暴或者是性侵的案件 很多都是在印度的婦女去上廁所的路上發生的 而且印度的總性制度最誇張也最讓人無法理解的 不是在那些高種性的人覺得他們欺負低種性的人是合理的 而是在那些低種性的人他們自己也認為因為因果輪迴的關係 所以他們之所以被欺負是因為自己上輩子修的不好 做的不好的事情 所以他們在這一輩子被欺負被打壓也是理所當然的 而且另外一個讓人無法相信甚至是理解的事情 其實是階級的制度不只是在高種性對低種性之間 連同種性之間的階級也會有歧視的狀況 因為很多人覺得印度的種性制度只有四種階級 但事實上印度的種性其實有上千種 全部都是從這四種階級裡面衍生出來的牙種性 也或者是叫做次種性 比如說一樣都是在賣東西的好了 賣魚的是一種種性 賣菜的又是一種種性 賣肉賣水果的又是各自不同的種性 所以就連印度人自己都不一定能夠簡單的就從性事當中去判斷一個人是屬於什麼種性階級的 而這些次種性階級之間 他們想著的事情不是怎麼樣團結起來 然後去向上層種性階級的人去爭取他們的權益 反而是在他們彼此之間互相歧視 比如說掃地的看不起殺豬的 殺豬的又瞧不起挖水溝的挑大糞的 這或許就是千百年來的壓迫所造成的奴性吧 那有的人可能會想說 既然種性制度跟性事有關係 那我改個性不就好了嗎 但實際的狀況是 其實改性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它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而是一個家族的事情 而你的家族在這個地方上面的社會地位還有交友權生活權都已經是固定的 不太可能因為你改了個性 大家對你的看法就會不一樣 除非你今天自己搬到一個離家很遠的地方重新開始生活 而且要斷絕跟你家裡人其他家族人所有的聯繫跟關係 不然的話要是你一旦被別人知道你自己的性是跟你整個家族人都不一樣的時候 那你的改性就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所以為了要改變種性所帶來的影響 比較多人選擇的方式會是去改宗 所謂的改宗就是去改變宗教 比如說皈依佛教 基督教 伊斯蘭教之類的 但是其實改變宗教也不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可能從你所有的生活習慣都要開始改 比如說像是你祭拜的神 或者是過的節日 甚至你的飲食習慣都要改變 像是印度教是不吃牛的 可是伊斯蘭教卻是不吃豬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吃素的話 那可能就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你以為改變到其他的宗教就沒有種性之間的歧視嗎 其實也不是喔 其實在印度最不可思議的地方是 就連基督教跟伊斯蘭教這樣子的宗教 都有多多少少受到印度教的影響 所以在這兩個宗教當中呢 也有分成高種性的歸一跟低種性的歸一的人 所以呢 其實只是差別在於說 這兩個宗教對於種性之間的階級歧視 沒有那麼的明顯而已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 所以在現在印度如果比較低種性 比如建民這個階級的人 當他想要改宗的時候 大部分會選擇佛教 因為除了在宗教上面的思想 邏輯 因果循環 甚至是神靈之間比較互通 概念比較相同之外呢 佛教本身也是一個比較強調 眾生平等的宗教 但是如果想要改變自己的種性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結婚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之前不是講過不同的種性之間 是不可以互相通婚的嗎 但其實印度之所以很矛盾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在印度教的觀念裡面有著男尊女卑的想法 所以如果高種性的男生想要娶低種性的女生是可以的 這種叫做順婚 而且結婚之後生下來的小孩也算是高種性的 所以有很多低種性的家庭會想要把他們自己的女兒 嫁給高種性的男生 但是這個時候就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在印度教的傳統裡面 女生出嫁是要準備很豐厚的嫁妝的 而且還要根據南方的社會地位 經濟狀況 甚至是種性高低來準備相對應的嫁妝 那如果這些家庭準備不出那麼多的嫁妝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只能看看南方願不願意通融 或者是讓他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來給嫁妝 所以各位可能有聽過印度一些社會案件 就是因為丈夫收不到他們滿意的嫁妝 而且分期付款又一直收不到錢 所以他們就把自己的老婆活買 甚至是燒死的狀況出現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一般印度教低種性的家庭 比較重男親女 而且不喜歡生女兒 就是因為很有可能因為嫁妝的關係 就把他們家的經濟狀況整個拖垮 像電影《三個傻瓜》裡面 其中一個主角之所以會煩惱 他的妹妹有沒有足夠的嫁妝 嫁到一個比較好的家庭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今天如果是高種性的女生 要嫁給低種性的男生 這種所謂的逆婚 那情況可就完全不一樣了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時候 通常高種性女子的家庭裡面 他的爸爸媽媽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會同意這件婚事的 因為他們會認為這是對高種性的一種侮辱 所以在印度曾經就發生過幾起的社會案件 其中有一對就是 女高男低的情侶 在他們結婚之後 有一次回到 女方鄉下的 住的老家去 結果這一對男女 就被女方的爸爸媽媽 還有他們家的其他的村民一起活活打死的慘劇 而這名女子的父親 在因為殺人而被警察逮捕之後 還理直氣壯的說他是為了維持 總性的尊嚴跟血統的高貴 所以不惜親手殺了自己的女兒 跟他低賤的丈夫 而且他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做錯的地方 所以各位可能曾經在網路上看過 印度有所謂的榮譽謀殺 講的就是這個狀況 但是說到這邊 可能很多人會誤以為在印度只有低種性的人身上 才會發生這種 殘暴又不公平的社會案件 但其實沒有一定 因為像是在印度曾經在2012年的時候 發生過一起非常有名 也非常血腥恐怖的 德里公車輪奸案 當時的受害者就是一名高種性的 醫學院女高財生 還有她的男朋友 而且也因為這件事情 太過於殘暴跟血腥 於是就登上了國際新聞 後來還被翻拍成影集 所以現在如果各位有機會到印度的德里 你會發現在印度的市區公車上面都沒有裝窗簾 甚至連遊覽車到了德里市區的時候都必須要把遮陽簾捲起來收好 因為這樣外面才可以看到裡面 而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因為這個事件 所以其實認真的說 在印度所發生的這些社會案件 不一定完全都是因為受到種性制度的影響 其實像我們前面所說的男女比例失衡 貧窮 還有教育程度低落等等的 都是造成社會案件發生的原因之一 不過大家可能會很好奇 既然印度是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為什麼我還會常常推薦大家一定要去印度看看 因為除了印度的風景之外 其實在我心裡 大部分的印度人還是很可愛很善良的 像我自己帶團的時候就曾經在印度有一次很特別的經驗 那時候我們是要去參觀一個古城 結果有團員在參觀的時候不小心扭傷了腳 那時候剛好附近有一個印度的大媽就看到了他受傷的樣子 結果就過來看了一下他的腳傷之後 就二話不說坐下來把他的鞋襪脫掉 開始幫他揉腳 而且那時候剛好那天有幾個醫學院的學生經過 然後在觀察了一下他的傷勢之後 就用一張小紙條 然後上面寫了一些藥方 告訴我要去藥局買這些藥給他用 而我的那位團員在被大媽揉完腳 還有擦了那些他開的藥膏之後 真的在隔天就好很多了 而這件事情就在我心裡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而且我甚至認為我在旅途當中碰到了大部分的印度人 甚至比那些歐美國家的人來得更天真 更活潑 更純樸 更可愛 不過這也許就是印度為什麼這麼奇妙 這麼矛盾 這麼不可理解 就像他的觀光標語一樣 一個Incredible India 很不可思議的國度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真的大家可以敞開心胸 試著去了解這個很特別的國家 不過雖然今天說了這麼多 但可能還是只說到印度各種種種性制度的故事裡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還是希望能夠借著這個機會 讓各位對於印度的種性制度的現況 有多一點的認識跟了解 當然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看我前面提到的兩部電影 像是廁所愛情故事跟三個傻瓜 還有最近Netflix也有出一部新的印度電影叫做白老虎 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各位如果對於印度或者是種性制度還有什麼想要知道的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各位在Apple Podcast底下留言 或者是直接到宵夜障旅行團的IG私訊告訴我 如果是我知道的問題呢 我也會盡力的回覆大家 那麼在節目的最後呢 也要感謝一位在這個禮拜留言的聽眾 W-A-Q-S-S-Z-A-X 因為組合起來我不會念 他說呢 謝謝Brian大分享有趣又實用的旅行經驗 五星推推讚的啦 非常感謝這位聽眾朋友的支持以及留言 也希望接下來的節目內容你也會喜歡 在這邊也希望大家都能夠繼續收聽 並且支持還有訂閱追蹤 小月障旅行團 也希望各位都能夠喜歡今天分享給大家的內容 祝各位這個禮拜的七夕情人節快樂 小月障旅行團我們下週見囉 拜拜